上次說到劉甘定的二哥劉虎 他知道高君寶是高懷德的兒子 即時就想幫老爸報仇殺了高君寶 怎麽在危急關頭劉大內回到來 他不記前仇就救了高君寶 屋裡的人言歸於好 站在窗口外邊的女英雄劉甘定是開心到什麽 他心想,哎呀,好在爹心鳴大意,化乾哥為玉白 看來這門親事還有得慢 不知爹又看不看高君寶呢? 唉,那個二哥吃了一口豬油,還不快提這門親事 劉甘定想想,忍不住小聲,咳咳咳咳 這一聲就是兩兄妹甘定的暗號來的 咳就表示同意這門親事了 再說劉虎聽見我妹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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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覺得好笑了 那些女孩呢 要是吊起来买 急起来 这么后禽 妹妹要我提亲 怎么提好 男人老狗做了这么八卦的事 很噁心的 不如叫爹提好 想到这样 刘虎就叫刘大内出访 说有事跟他谈 谁知刘大内就不省水 高公子又不是爱人 有什么就在屋里头说得了 不是你啊爹 高公子初次登门 是人客来的 哦 好了好了 高公子 老夫出去一阵 立刻就回来了 刘大内见个儿子再三叫自己出去 也知道有事 就叫军保等阵 跟着刘虎就走出屋 出到去 刘虎就哄着老爸耳朵 便小小声说了 爹啊 甘定尚中那个高少爷 你看这门亲事好不好 哦 是吗 哎呀 行了行了 我有分数 你快点准备走赛啦 哦 刘虎将件事推了给他老爸 自己急急去吩咐 刘罗上酒上赛啦 不需要多久 酒烟齐备 请高军保入席啦 军保以实为实 老老水水坐低啦 那这只酒菜都好丰盛下 虽然没有欲役禽章 蒸笼炸捧 这也称得上山中酒瘦 云中盐 绿地牛羊海底仙 刘大内还拿了情 藏了一百几十年长的陈连公 走出来喝 他们三个入席 互相客去一番 到酒过三醇 菜过五味 花刀令公刘大内就问高军保了 哎呀 请问将军青春几何啊 高军保就答啦 年方二百啊 娶妻未曾啊 哦 还 还未曾定亲 哎呀 你父母这么漏气的 高家人口疏落 应该早点成亲 接触香烟啊嘛 老前辈啊 开港友说一心不可以耳勇 现在我正是男儿立志的时候 不可以虚到连华 应该先立业后成家 况且这次 我是背母师徒 如果被我娘亲知道 一定不会被我出来的 刘大内听见这么说 就猛烟头烟脑了 哈 这个年轻人有几好口才啊 听他说的有闻有路都几醒目 不过要考虑他是不是真的有料才行 事关我就得个女儿这么矜贵 千奇米傻里弄重就给了人家啊 于是他就问高君宝啦 高少爷啊 那你是书香门帝 你知不知练武的人要怎样做才对啊 啊 老前辈 家父常常教辉 为武者以德为先 以和为贵 以意为种 志在上为国家出力 下为百姓不平 连武艺之所用 一是健身 二是智慧 三是激人 不过激人者 而上阵杀敌 剪强除霸 如果助就为虐 欺压良民 必受万人诛之 啊 啊 答得好答得好 看来东平王教旨有方啊 老将军过掌啊 副教有方 可惜君宝我做得不好 无故闹事 弄烂招呼牌 是练武者不应该做的 老前辈 君宝我赔罪啦 小事一桩 不打不相识 你不弄烂牌 老夫哪里认得你高少爷呢 不要再提那些事了 来来来来 我们饮 刘大内叫人饮而已 只要他拿起酒杯就没饮住 想了一下他就说了 闻三杯 状元及底 高军宝一听就马上省水 刘大内这样行酒令 想考人 那虽然我文才一样的 那对下酒令 段故都答得上的 于是高军宝就滋滋油油 喝了杯酒 抹下嘴鸭角才说了 喝两盏华人风喉 刘大内就接着又出了 灌天不足 擦地有余 君宝又对了 屈而不申 谷弓如也 刘大内听了心就想了 咦 这个年轻对答如流 第一个队 未看出他是好事 第二队 真的没得谈 我上句就出自盲子 他下句就忍着论语 真是描手口对 刘大内这阵时 欢喜到微开眼笑 高少爷出口成章 老夫佩服 佩服啊 这阵高军宝又牙策策了 嘿嘿 似乃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刘大内一听 心不多挂了 这个年轻又太过瘟糞了 这叫做雕虫小技 如果拿这拿手东西出来 就考到我 那书房里头他们两个对对 就惊动了 就站在窗口外边的刘金定小姐了 他见高军宝对答如流 谈吐不俗 又欢喜又不奋气 他心想 我真是不信难倒他 等我出两句给他对下才行 想好了 他就带着丫鬟春兰 返回上小姐楼 那上到楼入房 他就铺了一张白纸 拿筆演过来 将筆也满脉 斯里莎拉写了两个上句 另转身就不是丫鬟了 春兰啊 你说这两个上联写得怎么样 这个春兰就不是一般的丫鬟来的 他识文认指 什么出师对对啊 行走令啊 打灯迷猜迷雨啊 他什么都会 他父亲是个老秀才 以教师养家 春兰自小就被他父亲教读书的了 那论文才啊 抬下手给刘甘定还要高 只不过父亲早过世 母亲改了价 被刘大内收了上山 和甘定做盘 甘定是当她自己姊妹一样来看待的 所以他写完两个队 先问春兰得不得了 只见春兰就说了 咦 小姐写得好 春兰写得好 那你就拿去高公子 给他看一下对不对得到 小姐 那你想清想错就好了 他对得到就差不多 只对不到就好看了 他把牛皮戏一发作 打横来就吵架了 怎么会呢 逢长作戏而已 去吧春兰 哦 那春兰就趕快捲上那张 写了两句队的白纸 拿去给高军保 刘金定心思思 逆跟着美去 那下了楼 第二次回到书房那里 金定就照样站在窗口底 春兰拿着那张白纸 春兰拿着那张白纸 站在书房门口就说了 老寨主 小姐说找你有事哦 哦 是春兰啊 进来啦 是 春兰拿起门脸 插个门盖 他望着高军保就鬼鬼马马的小笑 然后对刘大内说了 老寨主啊 小姐写了几个字 想向高少爷求教 不知道高少爷想不想面呢 他一字说 一字就递了写着队的那张纸 给刘大内 刘大内接过来看一下先了 真指道有两个上联 一个是 受勇都安天下 空怀壮子 另一句是 古价古价 陈皮半下 这句呢 是用四美中约连在一起 组成一个上联 刘大内一见就皱饰眉头怨个女儿了 哎 第一联还妈妈夫妇啊 第二战 哎 这样出来就不对了 你学师时 经常背后师师父去采约 知道了什么约名 约性 才用四美中约来写对战 知道高军保 是官家子弟 变得试什么约材 就是试作 typed 不肯整股人的, 如果高少爺对不了反面, 那就认真无谓了。 刘大内拿着这张纸, 左右围栏, 他就对春兰说, 哎, 一天都被我中坏金定, 这样麻烦高公子怎么行的? 春兰就说, 哦, 以文会友, 以母会友, 是小姐的心意来的? 高公子看不起女人, 我们小姐不奋起嘛, 啊? 既然现在看来, 高公子都是对不了这两个队的了, 老宅主, 我先走了, 说完, 春兰拿回那张纸就想走了, 高军宝就知道不知道, 心里肯定是想知道他就说了, 老前辈, 不如让我看看那张纸写着什么, 哎呀, 是小女儿乱写的, 春兰, 哎呀, 好了, 好了, 给高少爷看看吧, 高军宝就摘过卷子打开, 看完笑笑口的说, 老前辈, 不该借笔言用下, 春兰轻的那样说, 就趕快拿出文房四宝, 放在高军宝的面前, 看看他有什么出先, 高军宝将只七寸狼蠔拿起, 染好蠻, 染好蠻, 嘶嘶嘶嘶就了了几笔, 将写好的对联就递了给刘大内, 老前辈, 本人才疏学浅, 小姐看了, 实会见笑的, 哎呀, 好惹哦, 你手字写得这么漂亮的, 点点如图, 撇撇如刀, 富联又对得正, 对象工整, 恰到好处呀, 那对了各位, 高军宝写了些什么呢? 原来, 上联楼金定是写着, 受勇都安天下, 空怀壮志那样, 高军宝配的下联就是, 亮银枪定田坤, 福有梁某, 他们两个年轻, 一个比一个斗高志气, 那另外一联呢, 金定的上句是, 古价古价, 陈皮搬下, 那军宝的下句对的是, 灯笼灯笼, 白紫防风, 上句是四美中药, 下句呢, 亦是四美中药, 哎呀, 刘大内见军宝对得这么正, 就哪有说不高兴一心想, 哎呀, 这个年轻多学多才, 见多识讲, 还认识医道, 哎呀, 小见小见, 看来, 我女儿认识她, 真是没跌眼镜, 那是不是高军宝博学多才到这么厉害呢, 连医学药类都精通的, 原来不是, 真是盲宫跑马射蚊梳被她撞到正, 因为她妈妈赵美荣平时经常在宫中和太后皇妃一起喝酒观花, 赏穴听琴出师对队, 有一次她就请了太医的女儿来做盘, 太医就是皇宫帮那些皇亲各戚看病的医生, 太医的女儿就出了一副这样的对联, 跟刘甘定出的那副一字不差, 被皇太后道士就对上了, 赵美荣就整天拿来说的, 那高军宝听得多了, 就记得全都记得了, 想不到今天用得上, 刘大奈肯定是不知道这些内情了, 将夫对联交给春兰, 春兰看一下, 哎呀, 这个衙策子又对得几好的, 她的心就想了, 嗯, 被她对得到, 那我家小姐就输了给她, 不行, 让我帮小姐出一个联来, 针着她才行, 想定了, 春兰就对军宝迎迎下拜话了, 高少爷, 奴婢识识几个字的, 讲出来请少爷指教, 军宝就说, 好呀, 请讲呀, 变梁无花, 独具鸡冠尼下定, 军宝一听就火了, 啊, 那妹子浪费我, 说我是鸡冠紫花, 好, 我又找回你笨子, 高军宝就答了, 伤所有草, 游流九尾场上妖, 出南听完, 快面还红过红面关公, 哎呀, 被人找了老衬, 顶他不信, 嘚嘚嘚声就跑出房, 走甲不透了, 牛甘定在窗口外边, 忍不住揭揭声偷笑, 刘大内见到春兰走了, 他就说了, 高少爷, 你千万不要见笑, 我这里的小丫鬟没什么规矩好白眼的, 等会儿叫金定好好地教他们, 老前辈, 逢长作戏顺手拿来脱口而出, 老人家请多多原谅就真, 刘大内见高军宝这么说, 嘻嘻, 心就填到什么, 看来是时机, 提亲都对了, 于是乎他就说了, 高少爷, 我们这次相识真是前世有缘, 现在我有一件事, 想请少爷做的, 不过说出来, 你确实要答应我才行, 不准脱我面子的, 他这么说, 即是截了高军宝的后路, 不答应也很难, 高军宝还乌射射, 他就以心为心地说了, 老前辈, 只要我军宝做得到的, 万死不辞, 嗯, 呃, 这样, 这样就要由那块招呼, 老夫小女楼金定, 今年二九一十八岁, 她自小上山, 跟泥山姓母学艺, 不是老夫牙策, 我个女儿读兵书, 杂战策, 文武相传, 下山那时, 离山姓母叫她福保宋朝, 还交代她说, 圣上赵赵康人被南塘兵马困在寿州几年, 要金定快点去前线解围立功, 赵金定回来一年有多了, 肯是没有机会去解围, 她自己又不能去, 虽然, 虽然她是个女儿, 无碎至箭, 抛头露面又不好, 老夫呢, 是北汉的亡国之神, 跟赵康人打个仗, 怕人家不信, 当成奸细那样就吵架了, 故此就隐居深山, 后来金定就动起招呼牌, 一来是为了选择佳势, 二来是找机会投宋朝, 想不到高少爷你来到商所山, 我现在的意思, 就是想将金定和你高少爷成婚, 让金定帮你前线立功, 共破蓝堂, 不知道高少爷的意思是怎样的呢? 各位没有听见, 说人家帮他提亲, 发面纱红了, 有一只红到落颈, 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刘大内见到低头不出声, 以为高军堡答应了, 只不过怕丑而已, 他就说了, 哈哈哈哈, 高少爷, 你答应了吗? 不是, 不是, 老前辈, 我不答应了, 为什么? 难道嫌我的女儿丑拐? 不是,不是, 刘小姐财貌相传, 绝世佳人, 我明白了, 你看不上占山的姑娘, 是不是? 又不是, 又不是, 出身无贵贱之分的,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究竟是为什么? 呃, 呃, 老前辈, 儿女亲事, 父母作主, 我不敢自己答应, 哎呀, 我以为是什么事, 是好意话为, 那, 甘定这头, 就有老夫作主, 那你那头, 都很容易的, 为什么说容易呢? 那, 你单骑匹马, 受州解为, 人单力薄, 不如等甘定跟你一起去, 破了敌兵, 救出万岁, 那到时请万岁主婚, 圣上是大舅舅来的嘛, 老实说, 摆走舅舅都坐上席的, 有他做主, 抹都搞定啦, 你说是不是容易啊? 哎呀, 这样啊, 这样不行呢, 真的不行呢? 刘大内建说得口水都干, 军宝还是推三推四, 他一拢了面就说了, 为什么不行才行呢? 你无端端上商所山, 扔烂一块招呼牌, 搞到我女儿抛头露面, 跟你比武, 正话又出师对队, 哦, 难道你一点情意都没有啊? 难道你是故意玩我的女儿? 老夫大仁大义, 吾姬前仇, 将我女儿嫁给你, 变仇人为亲家, 化干锅为欲白, 你用左五右六的推三推四, 认真对不住老夫啊, 老夫先头如果报一简之仇, 你早就去见炎罗王了, 想不到, 我好心无好报, 好人大难无, 真是激死我了, 刘大内都不知道是真气还是假气, 在那儿扔心扔肺, 这运到高军宝害怕了, 他细心想起, 哎, 这件事又是自己不对的, 人家的女儿挂一块招呼牌出来, 你不想伤亲, 那扔上山来做什么? 你不招亲, 还扔烂人家的块牌, 怎么说都没道理啦, 高军宝想想想, 民心有愧, 急到他压求大汗搭西汗, 就猛对刘大内说好话了, 老人家, 你不要生气了, 等我再想一想先, 嘿, 豈有此理, 刘大内生气爆发地走出书房, 就剩下军宝一个人在房里头了, 各位, 刘金定这个女儿好到打拿都找不到的, 那高军宝为什么不肯娶她呢? 明天再说啦!